创业的快乐不是一下子满足的 像跑马拉松一样 不跑一天不舒服 面对这些困难 一点一点你坚守坚持了以后 未来可期也不是一句说故事的空话 我叫梁一飞 我是澳门人 我从事直播电商行业 我们今天在横琴 直播澳门对面的路玩码头 他建立轻薄的1873年 我们的角色从东南四语分是超防守 比如说现在做直播 我们会监控直播的切片 一些扩盘梳理 为什么我们在码头呢 因为旁边游泳过去就到澳门 别人看到这个场景有信任感 可以卖酒店房了 我是有机会做程序员 但是我觉得整天哭坐在电脑前面 不适合我性格 我是坐不住的人 其实我们18年已经有做直播这个板块的了 那时候是做游戏直播 真正做文旅是疫情恢复以后 澳门的旅游业复苏都比较快 三月份澳门突然间很多人 我们就在想既然我们在线上有这个优势 为什么不在澳门做线上的直播呢 我们跟旅行社谈 有澳门旅行社 深圳旅行社 又有珠海旅行社 它有一些淡季的房间 比较优惠的 我们就会推这些房间 其实全国范围里面做直播有两大城市 一个是杭州 一个是广州 我们从广州开始接触的 我也学到了一些技术层面 跟运营层面的知识 我们做直播行业 网线够粗就行了 人是第一位的 最困难的是主播跑 主播红了起来 它就会有自己的想法 弯路够多了以后 有些方法论 不要叫家人们这么老套 不要叫歌姐 让别人舒服 针对国内市场 必须要普通话 这个主播是澳门本地导人 湖州大学的 每天都要看十个小时 以上的视频内容 每一个星期 网络上爆了什么 City不City的这些梗 看别人的直播 看别人的政策 国内的那些现况 包括做这个直播事情 我也卖了一个店铺 卖了一个房子 外人可能看到是卷 我们看到的是机会 因为中国的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 制造这些产品出来 它最终是要留向用户的 包括到现在为止 我坚信线上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方向 我们也有会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一些专业性的成长跟提高 澳门很多时候是国内的经济的放大劲 从路淡这个金冠散散到旅游区的人头有弄 这个十年发生太多变化了 我上次找广州同事过来开会 就也在这边开会 上一会的时候是六点钟 我还没得到家 突然间我同事已经告诉我 他们已经到广州了 以前一座桥就桥 后来有一桥 现在第四条大桥马上开通了 已经对轨了 更可以通过本就港澳大桥 直接开到香港 现在大湾区一小时的生活圈 这个概念真的是已经实现了 国家开了一个新政策 港澳开放了 尔巴克市的通行政的自由行签注 我们从事了文旅这个行业以后 我们发现很多澳门的历史文化值得去说 我们就背靠着国家将澳门的旅游的景点 实时的状况分享给大湾区 甚至是全国的网民们 短短25年发展得这么顺利 也是很多想象不到了 这也是我每次跟长辈聊天的时候 他们的感慨 我们看到现在的澜沙发展很迅速 也看到前海也发展得很优越 我觉得我们恒情如果能够通过 花境、免税、电商这些政策 能够落地走出一条自己的政策的优势路 未来可期 也不是一句说故事的空话 今天是澳门回归25周年 我祝愿大家顺势而为 力士坚守 那就未来可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